母兒、唐山是屬於我的,如果說,十年前,那個腳踏翻毛皮鞋, 兼背手壓式噴霧氣,新穿防疫隊的白色大架, 整日登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的二十三歲年輕人, 還沒有意識到,生活已經把一片可歌可入的土地交給了它。 那麼,今天,當我再次奔赴唐山,並又一次揮別它的時候, 我才意識到,我和我的唐山已經無法分開了。 不久前,我和朋友們看見了一本世界歷史上的今天,出於神魔呢? 我立刻把他取下書架,幾乎是下意識地,隨手翻到了那一頁, 是的,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。 7月28日,1794年法國革命加羅伯斯被以和聲, 朱斯特被處死。 1994年奧空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,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此開始。 1937年日本佔領中國北平。 1973年法國在莫魯羅瓦山湖朝進行第二次原子彈爆炸。 1976年中國唐山市發生大地震, 1976年法國在莫魯羅瓦山,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,我的災難深重的唐山,我的傷痕累累的唐山,我的在大毀滅終究死一生的唐山,唐山大地震。 他理所當然要和世界歷史,人類發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類所名記。 唐山人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忌日。 這些年,每當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到來的時後,唐山街頭就有一些人影在仿動著, 曉直無聲中,亮起的是一小束一小束琴紅的火苗, 火光裡拍出的是一雙雙雙創然的眼睛老年人的、中年人的, 也拍出了他們手中一張張點然的紙錢。 我兒XXX收,愛女XXX收,父母大人收,神器中,淡黃色的紙錢發作的煙, 由水水裡裡漸漸融合成一片,如白色的霧,浮動在新建的高層建築之間, 紙灰在霧中飄浮著,他們是孩子眼中一隻隻神奇的黑色蝴蝶, 飛得很高,又緩緩飄落,落在老旁草叢中,落在柱立街頭的老太太的銀色笨角上, 他們沒有拍去他,他們的眼睛在癡癡地望著大地, 不是在望著地底下的那個世界。 老人的嘴唇沾動著,在南南掃說什麼,我曾不止一次走過那些飄飛過紙灰的街心。 我理解,在唐山七二八地震的四難者們是沒有墳牆的,那些高樓下的十字路口,那些窄小的老巷,那些在地震後重新堆起的小山, 甚至剛剛圈頂的廠房身子,都是他們無碑的墓地。 十年前,他們就是在這些地方,被紡量集島,被留把納碎,被雅力和樂土活活窒息的。 十年後,廢墓已不復存在,然而我認得出一切,我走著,從路邊栽著拳頭粗的小樹的新收的幹道,走向老樹夾境的狹窄的老街。 是一個無月的夜晚,我獨自漫步在一條十年前曾去過的小路上,忽然發現, 老燈下哪一火火高大的老白羊,通體銀白,閃漢其夜的光。 這些在大地震中,情像浪中旋為一樣劇烈搖蕩過的老樹, 這些曾目睹過當年一幕幕慘重的老樹,他們至今還在默默地, 忠實地守護著什麼呢?那一根根形狀彎曲的枝條,使人想到他細物的根素。 十年來,老樹的根素一點一點地身向死難者場面著的大地深處, 視在為地上和地下,生者與死者傳遞著什麼音信嗎?唐山大地震, 時日今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社上最悲慘的一頁, 《中國地震出版社》出版的《地球的震撼》一書, 幸全人類公布了這一慘絕人環的事實,死亡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九人重傷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人。 每當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,我的身邊會一陣陣發緊。 1923年9月1日約本東京八點二級地震的情境是極為可報的, 強震引起的此生災害大火機扶墳委了半個東京,死亡計十萬人。 1960年5月22日至離八點五級大地震,引起了橫掃太平洋的海嘯, 巨浪直區日本,將大漁船牽上陸地的防頂。 這次地震的死亡者,總數近七千人。 幻有美國1964年3月28日塔拉斯加八點四級大地震, 冰崩、山崩、海嘯、泥噴,總共使一百七十八人喪生。 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?他們意味著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數, 是舉世震驚的東京大地震的二點四倍, 智利大地震的三十五倍,阿拉斯加大地震的一千二百多倍。 更為重要的,是這些數字背後人的悲慘命運。 人們盡可以用數十億美元、數百億美元來計算物質財產損失, 可是又能用什麼來計算人的損失呢? 活生生的人是無家的,太難了,要想亡掉哪一切是太難了。 不大前我訪問過一位唐山婦女,在她家,她給我端出水果禍堂。 出於禮貌,我請她也吃,她卻連連搖手。 不,不,她說,大地震後,我就沒吃過一點甜的東西。 她告訴我,她是在廢墟中壓了兩天兩夜之後被救出來。 出來,出來後吃的第一樣東西,是滿滿一瓶葡萄和水。 從此,一切甜的東西都會使她產生強烈的條件反射。 蘋果、骨子、元宵、年糕、甚至孩子的巧克力。 這一切都會使她喚起十年前在廢墟裡學得幾乎要發瘋的感覺。 說,我不能煎甜的東西,我受不了,十年了。 苦劫的滋味一直沒有離開她,一直沒有。 經過地震的人,都將害過了一場病。 另一位婦女對我說,我一到陰天,一到天黑。 人就說不出的難受。 兇口島德方,透不過氣來,只想蠢,只想往外跑。 她不止一次這樣跑到屋外,哪怕外飄看雪花,刮看寒風,任丈夫怎樣勸也勸不回來。 她害怕,她是壓在廢墟中三天後才得救的。 她至今遠牢牢地忌憾那囚感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獄是什麽樣子。 平時只要天氣分暗,當時那恐怖絕望的感覺又會回來。 讓她窒息,十年了,是什麽模型的東西還在殘忍地折磨看這女藥的女人呢? 你,一位中年教師,語調十分平靜,平靜之中又透著看雪不盡的酸楚。 我,那些傷心的是多少年不去想她了,忘了,都忘了,真的忘了嗎? 當年,為了救出你的外妻,你曾在廢墟上爬了整整一天,是一場大火醉中將你的希望斷送。 你告訴我,妻子是活活燒死在那片廢墟中的,你當場暈了過去,怎能夠忘記呀? 那是一場可怕的火,採訪中,曾有人劣起衣袖,只看被綁上的疤痕對我說,大火燒化了親人的屍體。 你,這事滾堂的人又落下的,還有你,老君人劉虎,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,看看你揭力作出的輕鬆的笑,我真想學地震前的那天晚上。 我出差在天津,夜裡衝十來點鐘還跟家裡通了電話,是小女兒接的,她問,爸爸,我要的良孩你買好了沒有? 有,我說,買好了,她又問是銀灰色的嗎?我說,是敵,她問我好看不好看,還要我快快稍回去,你說不下去,老雷順看滿臉的就問往下躺。 說,十年了,你自今還真藏漢那雙銀灰色的小量是,將是真藏漢女兒那妨愛美的活潑潑的心。 二十四萬生靈彷彿就是這樣一點一點離去的,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越南的陸軍二五五醫院,是我這次去唐山藥住處,醫院有一個小靈堂,保存看部分越南者的骨灰盒。 當我走進那間點穿昏黃小燈的曲子時,我的胸胸立刻被塞緊了,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,那一雙雙雙眼睛都是活生生的,活生生的,一個窄小邊的去護士,穿汗洗得法治的軍裝, 大漢一頂有鹽帽,空前環有一枚石大的毛主席像張,一切都帶著那個年代的錄音, 只有他那楚楚動人的笑容是超越時間的,以至於十年後的今天,當我看到這張照片,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, 如果說他曾把什麼照片送給自己的戀人,那一定就是這一張,有一個大鴨舌母的極可愛的大眼睛男孩, 我簡直不忍心靜視他,他的骨灰盒上,放看一個小小的花圈,懶帶上寫著, 寒夜安息,你的爸爸媽媽,旁邊環有一枚小花圈,上面是同樣的字跡,寒松安息,你的爸爸媽媽,他的弟弟, 寒夜安息,一個更小也更土人喜歡的男孩,失去了這樣一對可愛的孩子, 我很難想像他們的父母是在用什麼來支撐自己的生命和感情,失去的是太多了, 在小靈堂裡,我不僅看到了一行行類寫的字,而且清清楚楚聽到了那些可憐的父母們妻怨而不絕的呼喚, 在一個小女孩的骨灰盒上,有一包剝開石子的巧克力,巧克力都發了, 可憐的孩子,也許生前他並沒有盡情地吃過他所愛的東西,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, 這就是大自然強加及人間的悲劇,令堂環有一個特製的大骨灰盒,有一大三小四隻骨灰盒組成, 這真是一組特殊的遺案,他出自一位父親的手,他象徵看人間失去了一位母親和他的三個孩子, 我無法想像,孩子們的父親在親手製作這隻骨灰盒時,會是怎樣的心情, 孩子們多於會在母親的身進去了,獨獨認下了孤直的他,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, 患事活的人更不幸,靈堂愛是一座小山,那時清理廢墟時,用整個醫院的斷牆,殘壁,碎磚,亂石堆成的,山上有石階,有涼亭, 有希希的孩子,是哪些未經過災難的,之後出生的孩子,石鳳間,偶爾伸出的一節值收食的金屬, 那是十年前節彎,扭斷了的水管,暖氣管,站在他門旁邊, 我彷彿盡身於一片死的的黑色的表面上,傾聽著極深極深的大地深處存來的種種屬於人的微弱的信號, 上上地,於直靜之中,我會突然聽到自己的腳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廢墟上的聲音,聽到哪些埋在地殼深處的二十四萬活生生的靈魂的氣息, 它們嘴咒,叫喊,哀求和身淫。 它們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,尚未來得及去思,去想,去躲,去避, 就被活活地剝離開了那個光明的世界,成了這地深深處大自然牢獄的終身感愁, 我又想起了靈堂中那些無辜的天真的孩子,也許因為它們的存在, 只使我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著,這就是我的唐山。 十年前,當我還是一個未陰世時的青年,從平靜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滿屍體的廢墟時, 我只是感受了什麼叫做災難,儘管住在災民的小朋友裡,幫它們領舊製衣、舊製糧, 排長長的隊領一小桶水,儘管參加了切崇素百名孤兒轉移他鄉, 我只是感覺到自己變在一夜間長大了, 及環沒有理解生活的底魂。 而這次重回唐山,我忽然覺得,自己懂得了什麼了, 是的,遠乃二十四萬家夢難者相比,與唐山目前依然存活的人相比, 我的確是來自另一世界的人,我彷彿第一次從災難的角度觀察我的民族,我的同胞,我的星球, 這是殘酷的,也是斬身的,如此驚人的災變,如此慘重的浩劫,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傷, 我已經不能用正常的規範內進行思維, 那些美麗得令人傷心的東西,那些親切得令人長斷的東西,那些堅硬得令人發抖的東西,那些欲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東西, 因為,一切屬於人的品質都居存了,這就是我的唐山,一九八五年的春節, 我時在唐山道過的,隨直那天一早,我就聽見癖癖癖啪啪的爆竹聲,過年,那聲音更似薄霧,滿城的爆竹物得分不出點而來,整個天空都被影得通紅, 我看見高樓上,大路上,那些年輕人正一個接一個地點營掛邊和煙花, 閃光雷,菊花雷,隆隆吐珠,五獻花,聽不見輕鬆的笑聲,只是不停地放,放, 我覺得那陣以獄龍的炸響聲中,包含一種極為複雜的情緒,十年前訪問過的那位在廢墟中押了十三天的貴大媽, 邀我去他家包狗子,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愛女的孤獨老人,似乎把我當成了唯一的親人。 他一口一個孩子,哭得叫人心痛,我要走了,拿起提包,忽然感到那麼沉,原來老人在裏面採了半包肉田小組, 我提著沉墊墊的包,在唐山的街道上走,滿地是包足的睡紙,空氣中飄著火藥的點香, 我的心沉墊墊墊的,垂直的唐山,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,新見區燈火輝煌, 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盈墊,只有暗暗的燈光,但那裡有著真正的人間的氣息, 正如我這沉墊墊墊的包裡裝著的爐大媽那火母親的心,在文化路路口,我停住了腳步, 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見過的那一珠珠老柳樹,當年,樹下是聚集絲體的地方, 老柳樹之條仍然不動,彷彿在此起彼樂的爆竹聲中沉思著歷史,我的眼睛發急, 人們對這些老柳樹的理解,也許遠不如他們對人的理解, 而十四萬人無疑是一個悲哀的整體, 他們在十年前帶走了完整的活力、情感,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殘缺感, 一切似乎都逝去了,一切似乎有都遺留下來了, 彷彿是不再痛苦的痛苦,彷彿是不再悲哀的悲哀,正是這一切, 促使我用筆寫出我的唐山,我要吸金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,社會學家,地震學家,醫學家,心理學家, 不,不光是他們,還有,整個地球上的人們,留下關於一場大偉味的真實紀錄, 留下關於天災中的人的真實紀錄,留下上未有定評的歷史事實, 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問,這就是我的心願。